您好,欢迎来到美籍小厨 今天来做炒饼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具特色的面食之一 既可以做成纯素的素食 也可以加上肉末荤素搭配 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洗净的豆角 去头去根 根据长短一切二 两小根胡萝卜 茶橙丝 一般耐煮不太出水的蔬菜 都可以用来炒饼 芹菜切碎作为配料 一个红葱头 您也可以选用其他洋葱 我个人比较喜欢红葱头 感觉味道更浓 切碎 两小拌蒜头拍扁 切碎备用 现在来调个汁 两大勺生抽 两大勺水 放一边备用 过用中大火烧热后 加油 先加入红葱煸炒一下 再加入胡萝卜和芹菜 翻拌一下 加入小半勺盐 翻拌一下 等芹菜和胡萝卜稍微有点炒软了 加入蒜末 蒜末比较容易糊 不用炒太久 现在可以加入豆角了 稍微翻拌一下 沿着锅边加上刚才调好的酱油汁 这个时候可以在豆角上加上一些肉末 或者直接加盖焖煮 盖上用中小火 把豆角慢慢焖熟 大概15-20分钟 焖煮豆角的同时来切一下饼 我这个是前一天吃剩下的烙饼 可以用发面 斑发面 甚至死面的也行 不要切得太细 大概4-5毫米左右 最后再来调一个料汁 半小勺酱油 四分之一勺醋 一勺水 一小瓣蒜压成泥 放一边 一会儿马上用 豆角熟了以后 稍微翻拌一下 把饼丝铺在上面 再盖上焖个三五分钟 用锅里的热气 把饼蒸热了 开锅翻拌一下 淋上刚才调的蒜汁 拌匀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和面相比 饼更容易吸收汤汁 同时还留一点嚼劲 是一道简单易做 能快速把剩菜 变成美味的一道菜肴 您要是还没有试过炒饼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